星光人受投資的新版傑士寶 傳出弊案疑雲 星光前董座吳東靜十一號 被檢調搜索約談 以天價一億元交保 而吳東靜正是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新穎的爸爸跟柯文哲也頗有交情 柯文哲稍早最新回應馬上來聽 大概我一年沒有看過 我一年以上沒有看過這個的 他有關心一下吳新穎嗎 我會問他看看 主席那是在這個副議案的部分 民眾黨這邊會不會有 相關的選獎活動 有啦 那個詳細的內容 你要問陳之漢 因為他在規劃的 柯文哲說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吳東靜了 也尚未關心吳新穎的狀況 不過現在大家也很關注 立法院賦議案的進度 藍綠拼下鄉選獎 本來不跟上的民眾黨 現在也要規劃廟口開獎 但是賦議案的時程都還不明朗 所以相關活動都還在混動式調整